嗨,欢迎来到2.5课程单元 产品文案的技巧 首先,我们必须要记得一样东西 Patch Traffic就是Patch本身的Organic流量 像之前我说的 现在你所post的内容出去 只有6%的follower会看到你的post而已 或者是更少 所以这个很depends on你post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今天你post的东西都是产品的话 或者是promotion 或一些别人不喜欢看的话 它甚至会更少 要记得,在一个post里面 你写的文案 有60%的因素 是让你的客户继续有兴趣读你的post文 而剩下的40% 就要依靠你做出一些特别细心的图片 那其实,到底文案是什么呢? 我也一直在寻找着一个更适合的解释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这句话 文案写手就是坐在键盘后面的销售人员 这是美国一家零售广告公司总裁给文案下的定义 这句话非常精准地解释了什么是文案 作为键盘后面的销售人员 我们的工作就不仅仅限于广告的文字部分 一切有利于销售的内容,我们都应该思考 好,在这里我先教你如何写广告文案 就是卖产品的 之后,我再和你说怎样写一些内容post 写广告文案就等于你是销售员了 所以,在我自己写广告文案时 我会利用文案GPS架构来写文案 归类有4个point 从这4个point先整理一个大纲 之后你写文案时就有个更明确的目标了 第一个point,找到文案沟通对象 我们这个广告文案是写给谁看的 用户的性别、年龄、习惯、爱好等方面都要考虑到 然后谁会购买我们的产品 找出你的目标人群都有哪些特征 他们和你这个品牌又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point,文案的变化结果 我们要让用户看完这个广告文案后 对品牌的印象有所改观 包括让用户认识我们 认同我们 或者让他们决定行动购买 第三个point,从理性上信息传达 这个主要传达给用户的是 你的产品有哪些特点 可以更强化让用户知道 或者也包括你目前在做着哪些优惠 甚至你想把你的品牌故事 也想告诉你的用户 这些都属于理性信息 第四个point,从感性上情绪推动 这个主要是当你推出这个文案后 你希望让用户感觉到什么感受 是希望你这个牌子的衣服穿起来很舒服 还是让用户感受到买了你这个复古衣服可以跟上潮流 以上这四个文案GPS point,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表格填上去 这样当你写广告文案时,你就能更容易的制作出你想要的target文案 我在这里会举例一个sample 比如今天我是卖行李箱的 第一个point,我会想找出喜欢出国旅行的人 和需要大行李的小家庭 第二个point,看完我的文案后 他们将认识到我的品牌行李箱 更耐用实惠,并且决定购买 第三个point,我的产品特点是 如果你认为还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尽量找出和你竞争对手的差异 然后强化你的特点 第四个point,购买这个品牌行李箱是安全 并且一个行李箱就可以装完全部东西 好,当你已经有了这个文案GPS架构后 现在你就要写出你的内容了 要写出好的内容也有四个步骤 从文案GPS架构里配合这四个步骤 你就能写出一个比较实际的广告文案 第一步,提问法,隐思考 一句提问法,让用户停下来 然后去思考,反问自己 之后他会想再继续读下去没有 比如,你的行李箱是不是每次出国回来后 都会变成哪多一个行李箱回来呢? 或者可以利用数字法来设计主题 比如,150kg的行李箱等于你可以装100件衬衫 第二步,放大用户面对的问题 在这里你可以尝试写一些场景内容 让用户的确感受到他们的痛点和问题 比如,我每次从泰国回来都劝我自己别买那么多衣服 但是,每次去,每次都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双手 拼命的买买买 然后买到最后,连自己的两个24寸的行李箱都不够装 甚至还有一次,我的拉杆不懂是不是那个行李箱超重 然后又赶飞机,整个拉杆都断了 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 最讨厌就是在拖银上飞机时 看到他们乱丢行李箱 哇老,里面有一些我心爱的礼品 这样丢发我的礼品不烂 我的行李箱都要坏咯 我还有一次最可怕的经验 在去拿行李箱时,发现被人打开过的痕迹 虽然有上自己的锁头 最后发现真的不见了几样东西 但投诉也无门 好的,大概第二段就是这样 第三步,解决他们的痛点 也就是你产品的特点 比如,今天我终于找到一款 可以解决我以上的问题 XX品牌的超大拉杆行李箱 超大的容量 109升可容量 几乎可以装100件衬衫 然后他的拉杆经过3000次耐疲劳测试 他的外观硬度简直是王者 采用606亿铝合金 硬度达13.5倍 更好的稳固箱 但我最喜欢的就是他有TSA全球海关锁 让通关更安全 最后一步就是要做closing或叫call to action 在这里通常都是惯用的一些优惠 让他们赶紧下单的 比如这么好的一个行李箱 原价41499 今天给出限时购买 只限3天 价格才259 千万别错过 产品收完为止 以上整体就是大概一个产品文案的技巧 记住 好文案不仅仅是有技巧的写作 更重要的是文案背后的思路 也正因为这个思路会让你的文案更有力度 只要你学会这个思路 同时慢慢积累更多的文案知识 文案技巧 你的文案会有巨大的进步 要记住 广告制作不但是一门技术 也是一门艺术 好 这个单元就到这里 下个单元我就教你怎样写内容post 下一个单元见